你觉得想不到 花木兰的老公 竟然是带他打仗的将军李翔 自从他们打败匈奴后 木兰就回到了家中 李翔得知木兰的真实身份后 被他的油板征服 在家人的支持下 让人顺利成章完成了订婚 就到他们准备结婚时 皇帝突然召他们进攻 原来自从上次柴鱼被打败后 再次组织了进攻 为了抵御匈奴 皇帝决定通过和亲来拉拢弃丹国 从而共同对抗匈奴 这一次 皇帝派他们护送三位公主 去契丹国完成和亲 而且必须在三天内 将公主送到契丹国 为了尽快完成任务 李翔决定青庄上阵 只挑选了三名部下 而他们 也是木兰西日的战友 皇帝让他们及格启程 就在当晚 便将三个女儿交给了他们 二公主在上马车时 一只鞋子不小心掉了下来 阿妖连忙上前 替公主捡了起来 而两年的这次对视 在他们心中埋下了一颗种子 仅仅赶了一夜路 准备找地方休息一下 就在这时 二公主找到阿妖 有人在一边闲聊起来 三公主玩性大发 摘起了树上的野果 就在她想要摘下 土顶上的野果时 金毛直接把她扛在肩上 帮她拿到了果子 另一边 木兰和李翔正在钓鱼 可是没想到 木须竟然对李翔使唤 让她在木兰面前出仇 不仅如此 木须为李翔设置各种陷阱 把她搞得措手不及 而木须做的这一切 就是为了破坏两人的感情 原来 如果木兰和李翔结婚 那木须 就不能再当木兰的保护神 所以她想尽一切办法 就是要拆散两人 木须随意扔出的棍子 不小心打到了 固定马车的石头 马车顺着下坡快速滑动 岩岸就快冲向悬崖 木兰和李翔及时出现 危机时刻 李翔扔出一根绳子 想要拦住马车 但下坡的惯性太大 他们根本刹不住车 最终 他们全都掉进了水里 为了紧快护送公主 到达汽丹国 找到了一条捷径 带中奴会 竟没一个抢到山头 可万万没想到 这三位公主 竟然跟社会一起 游山满水 并且相互产生了感情 这段几人 还沉浸在幸福中时 黄木兰突然出现 打断了他们的约会 但木兰并没有阻止他们交往 反而还为他们高兴 就在这时 李翔突然赶到 士兵没见状 赶紧跟公主保持距离 看着自己的士兵 跟公主走到了一起 李翔非常愤怒 不准再跟他们说话 带发木兰觉得 所有人都有选择的权利 公主也不是任何人的傀儡 但李翔的任务 是护送公主完成和亲 就这样 李翔跟木兰再次产生了分歧 最终 两人也因此不欢而散 第二天 竟然再次上路 但所有人的情绪低落 没有了之前的欢乐 为了缓解气氛 士兵没想尽办法 都公主没开心 就在他们进没一个山谷时 一只弓箭射了出来 紧接着 几个山贼从天而降 李翔和木兰 联手对抗山贼 而士兵则负责保护公主 但山贼数量太多 他们根本应付不过来 严谈的二公主被山贼抓走 李翔连忙追了上去 就在山贼进摸木桥时 李翔及时出手 救下了公主 山贼并没有打算放过他们 直接砍到木桥的绳子 严谈李翔就快掉落悬崖 木兰及时出手抓住了他 但一边绳子 根本支撑不了两个人的重量 为了不拖累木兰 李翔决定放手 最终 木兰只能眼睁睁 看着李翔掉下悬崖 而此时 花木兰再也压制不住 心里的悲伤 一夜之后 公主们也下定决心 抛开儿女私情 去弃丹国完成和亲 可没想到 此时花木兰的心理 再次做了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 你觉得想不到 替护从军的花木兰 居然嫁给了弃丹国的王子 就在三天前 皇帝让花木兰和李翔 负责护送三位公主 去弃丹国和亲 可没想到 三位公主竟然爱上了士兵 而李翔也在对抗三贼时 掉下了悬崖 万念俊辉的花木兰 决定成全三位公主 自己去跟弃丹国王子和亲 花木兰战胜匈奴的世纪 弃丹国王早就有所耳闻 让这样一位金国英雄 嫁给自己的儿子 肯定会让弃丹国士气大长 可万万没想到 弃丹国王子 竟然嫌弃起了木兰 而另一边 李翔的战马 在一条河边找到了他 李翔一刻不敢停留 直接就往弃丹国出发 而他在路上 正好遇到三个公主和士兵 到着自己的妻子 就快嫁给弃丹王子 李翔再次加坏了脚步 此时的花木兰 已经换上了礼服 出现在弃丹国百姓面前 在国王的主持下 百姓们兴奋的欢呼起来 但此时的花木兰 心里却没有一脸高兴 突然 一只飞镖射了出来 李翔也出现在他们面前 看到这一幕 木兰连忙跑了过去 国王怒了 李翔竟敢在大庭广众下 抢走他的儿媳妇 国王叫来士兵 把李翔抓了起来 就在几人拉扯时 一团火焰阻止了他们 看到这一幕 所有人都慌了 他们以为是神仙显灵 飞门跪在了地上 而此时 只有花木兰知道 是木兰在后面高鬼 木兰藏在神像的嘴里 宣布两人原地结婚 国王也以为是神仙显灵 成全了木兰和李翔 就这样 木兰在众目睽睽之下 操控了这场婚姻 最终 有情人终成眷属 儿士兵和公主 也收获了他们的爱情 电影至此结束 我是云上 我们下期再见